車子車 大家好我是魔鬼大鑒賓 今天我們要來試駕的是HONDA第四代的FIT 那在這個月呢其實汽油版已經率先上市 在12月的時候呢我們會再來試駕油電版的部分 首先我們來看一下外觀的部分喔 當初我在看照片的時候有注意到 它車頭的設計呢這裡好像往內縮了好像被撞到鼻子一樣 但其實呢這是一個無水相照的一個設計 就是類似我們現在電動車沒有水相照這樣的一個設計概念 而看到實車的時候呢我覺得整個車頭真的是非常可愛喔 尤其是我們今天在現場呢它有擺白色的車款 白色的車款呢整個車頭看起來就像熊貓一樣非常可愛喔 另外呢車主在購車的時候呢其實可以加上一些外觀上的配件 例如這個微笑的曲線可以改成紅色或是變成橘色 再來呢原廠其實這邊有保留霧燈啊 不過一般版是沒有給你啊你要加購要做一個選配 那這邊可以放入霧燈 前面呢有一個空力套件的下巴 還有側邊的側裙 而車尾的部分呢後部型桿下方呢也可以加裝護照 還有小尾翼讓整台車呢可以更運動化 整個車頭除了造型部分非常吸睛之外呢 我覺得最大的改變就在於這邊A柱的設計 如果我們從這樣來看呢 你可能會分不清楚到底這是A柱還是這邊是A柱 其實以結構上來說呢 這裡才是真正的結構的A柱 而前面這一條呢這個結構基本上就是要為了要架擋風玻璃 跟側邊這塊三角玻璃而生的 為什麼要做這樣的設計呢 這樣子的設計可以讓駕駛的視野更好 不過這部分呢我們等一下進到車內來看 接下來我們到車側來看一下 Pita的車長呢是4米出頭屬於小車 但是呢前輪跟後輪的輪距呢盡量拉開 使得整個車身呢車室內的空間其實相當的棒 尤其這部分呢也是HONDA所擅長的 來到車尾呢我非常喜歡這個鯊魚騎的天線 讓整台車呢雖然很可愛 但是呢又帶有一些殺氣一些運動感就在這裡啦 後車廂的空間呢我們等一下最後一起來看 接下來我們來進到車內 哇進到車內呢你就可以感受到剛剛說的 整個視野呢真的變得超寬敞的 尤其我們剛剛其實有經過一些海邊的路段 哇從這前面的視野玻璃呢看出去那個海 你會覺得空間感真的非常棒 例如在其他的小車上呢我們可能前面看到的是一個 4比3傳統比例的電視 但來到新FIT呢你感覺好像在看一個寬螢幕的電視 16比9的視野啊 主要原因就是真正的A柱在這邊 而前面呢這個只是算是一個支撐玻璃的支架 所以我們從側邊兩邊來看呢視野真的非常好 這部分呢其實跟行車的安全也有關係 例如我們一般A柱如果往前延伸的話 這邊當然還是會有一個小玻璃 但是呢你整個視野來說就不會像現在這樣這麼好 如果我們在等待紅燈的時候呢 你也可以透過兩邊的這個三角形的大玻璃呢 看到行人從旁邊走過去或是兩旁的機車騎士 真的是讓你的視野呢變得又好又增加安全性 除了往前的寬螢幕視野體驗呢 再來還有一個部分就是前面平坦式的儀錶板設計 一般來說駕駛的儀錶板呢可能會有凸起 或者說我們現在的娛樂系統這個觸控螢幕呢 可能也會在這邊隆起 這樣子的話就沒有現在這樣子平整式 這種寬螢幕的感覺 這樣子的設計理念呢除了讓視野更好之外 我覺得也很有實用性 例如我們在副駕駛座這邊呢 前方它其實是有一個空間可以放它的手機 而我們一般呢駕駛可能會需要的一些雜物啊 備用零件啊工具啊甚至是車主手冊 我們就可以放在下方 這樣一來呢我們就可以跟副駕駛他可能想要放的 一些小零錢啊或是一些小飾品或是手機 就可以做一個分隔 此外這樣子平台式的設計呢也讓它前面 可以放飲料這邊有一個置物杯架 那這個置物杯架呢其實我們在上次Odyssey的時候也有介紹過 因為它前方呢就是冷暖氣的出口 所以其實我們飲料放在這邊呢 可以用冷氣稍微吹一下真的有保冷的效果 而且如果你是甜旅罐的話 哇那那個冷卻的效果又更好了 這樣在路途上呢你就可以喝到冰涼的飲料啦 而且這樣的設計呢在駕駛這邊也有 所以就左右兩個一個置杯架 中間呢還可以放第三個 PIT在這次的改款裡面呢 也有強調它座椅的舒適性 這個泡棉呢真是都是有加厚的 跟我目前的Swift Sport來比的話 真的是舒服非常多喔 你Swift Sport的話 它雖然看起來是一體式的 類似賽車型的座椅 但是你只要開超過半個小時之後 你的身體就會告訴你 你就會想要變換姿勢或是動一動 但是在FIT上面呢 它第一個它的泡棉是夠厚的 而且支撐性真的不錯 另外呢兩側的腰部呢 也有給你一個支撐性 我們今天在市區拿到車之後呢 上高速公路在海邊開的 然後再開上陽明山 哇整個路途將近一個小時 完全沒有動喔 真的是非常的舒適 接下來跟著我們一起進來吧 第四代的FIT為了 讓前方視野的水平線拉得更直呢 所以把儀表板往下放 而且這個儀表板呢 它並沒有去做一個遮光的設計 例如我們其實剛剛大概11點的時候 開在濱海公路上 你就會明顯的看到 陽光從上面照下來 大概螢幕上半部呢 還是被遮著 但下半部呢 是直接暴露在陽光下 但是並不會造成我們在視覺上呢 會有一個差異 下面看不到 這次FIT它的儀表液晶螢幕呢 是採用一個高亮度的螢幕 所以就算強光直接照到 依然可以保持非常好的辨識度 另外呢 我發現它的整個解析度 真的做得非常好 非常細緻啊 而且當我們在開車的時候 前面呢會顯示一台小車 當你閃方向燈 煞車 開大燈 都會一起開啟 就跟我們一般 可能其他的車款 它只是一個模擬的車在那邊 是完全不同的 它就像是你的車一樣 開門 開燈 方向燈 煞車燈 頭燈 它都會一樣顯示 再來我們把視覺呢 從左邊看向中間啦 哇這邊搭載的是 8吋的觸控螢幕 那當然連接蘋果手機呢 就有Apple CarPlay可以使用 8吋螢幕真的非常大 而且我覺得它的這個邊框設計呢 真的也非常的漂亮 再來呢下面這邊是冷氣的介面 再來是連接你的手機 還有另外一個充電的座 以這次試駕FIT呢 我們在高速公路上 我們有使用它的 ADAS駕駛輔助系統 而它在ACC的跟車部分呢 速度是要在30以上 才會啟動 而車道之中的部分呢 則跟CRV一樣 速度要在75以上 才會啟動 如果拿來跟我去年 所購入的CRV來做比較的話 我覺得它在車道之中的部分呢 它的整個微調 是更細膩的 並不會有那種快速 一直微調的感覺喔 它是非常細膩的轉動 這一部分呢 有加分 但是不管是在自動更車 或是車道之中的部分呢 還是希望它可以提早做到全速域 再來呢 第四代的FIT也加入了 電子手煞車 還有brake hold 也就是我們在 停紅綠燈的時候 它可以自動幫你抓住煞車 這樣的功能 非常的棒喔 以儀表來說 FIT的設計呢 跟CRV還是滿類似的 就是中間是液晶儀表 而右邊的這個汽油量呢 跟左邊的水溫呢 還是使用傳統的顯示方式 沒有一起整合到液晶螢幕裡面 那如果說整合進去呢 真的會讓它裡面資訊非常多喔 尤其這個螢幕呢 其實解析度真的非常好 所以密密麻麻的資訊在裡面呢 Honda也幫你想到 它可以調成一個simple mode 只會在上方呢顯示車速 下方呢 則顯示AIDAS駕駛輔助系統相關的資訊 接下來我們來談一下整個FIT 它在行路上的感覺喔 以在市區來說呢 其實我認為前座 它相對來說是比較舒適的 不管我們在加速或是減速的時候呢 整台車是相對的平穩 或者說當我們在遇到路面上的坑洞 前後的搖晃它的抑制呢 是非常好的 但是當如果我們今天車輛呢 是有一點是左右的在做一個晃動 例如說我們今天左前輪 或是右前輪呢 你有吃到石頭或是坑洞的話 那整台車左右晃動 就會稍嫌比較明顯一點 或者說我們今天在轉彎的時候 速度並不快喔 並不是山路這樣的轉彎 我們只是在市區做一些可能回轉啊 或是左轉彎、右轉彎 在這時候我覺得車輛側傾的感覺呢 也會稍微比較明顯一點 另外呢我也做到後座來測試 但我們在後座的時候 整個加速來說對乘客而言是相當平穩的 不過呢如果說後軸有遇到坑洞的話 你會感覺說屁股呢 稍微有被頂起來的感覺 但這部分其實新的Fit 它在整個後避震器 上座的部分呢 從原本的上鎖點 改到側鎖點 這部分據HONDA來說呢 它是可以分散硬力 它的整個往上頂的感覺呢 不會那麼直接 再來我們來看一下 整個乘坐的空間系 Fit呢它當然是屬於小車 不過呢 我覺得它在駕駛來說呢 跟左右乘客的距離呢 還算適中 重點在於 我的左手部分呢 這邊可以有一個空間 我可以放著 例如我在我的睡上面呢 我會感覺說 整個車門呢 離我就比較近 這部分呢 和Fit它車門的板金鍵設計有關係 所以它可以把整個空間呢 再推出去一點 所以我在駕駛的時候呢 感覺兩旁呢 是比較充裕的 再來我們到後座來看看 來到後座呢 你可能會想說 站長你是不是把整個椅子呢 往前移到很前面 所以前面呢 大概有兩個 兩個多拳頭的空間啊 並不是喔 我的前座是調整成我的駕駛 開車駕駛的姿勢 但我來到後座呢 居然還有這麼大的空間 所以整個車室內的空間 尤其是前後的距離 在Fit來說呢 是非常的足夠 尤其我們剛剛坐在駕駛座的時候 你會感覺車輛呢 整個在往前延伸的空間 是非常足夠的 所以不會有擋風玻璃的 就很壓迫你 就在你面前 這樣子的感覺 完全不會 另外呢我覺得頭部空間 也還算可以啊 以長途乘坐來說 我覺得兩個當然 是完全沒有問題的 是非常的舒適啊 我們從座椅的設計部分 可以看到 它在下背的部分呢 有一個凸起 有一個支撐 所以在乘坐上呢 非常的舒適 而在大腿的部分 或是腰的部分呢 這邊左右兩側也給予一個支撐 最後呢要跟大家介紹的就是 Fit它的整個大空間 從後座開始 我們可以把下方呢 椅子整個收起來 這樣子有什麼作用呢 你有沒有發現 這樣子的空間感就變得非常大 如果說我們要在盆栽 或是我們有小冰箱 要直接放進來呢 就非常的方便啊 另外呢 我們大概也可以把它椅子倒下來 你有沒有注意到 在椅子倒的過程中呢 乘客的這個坐墊呢 會往下沉 這樣子的設計呢 跟CRV有一點類似 也就是說我們在整個後箱呢 它會相對來說是平整的 接下來我們從後箱來看 那我們現在已經放了一些 我們自己的攝影器材啊 不過你可以看到啊 就是它整個後車箱 延伸到後座呢 這個部分是相當的平整的 沒有太多的高低差 另外第四代Fit在尾門的開口呢 工程師也是下進的功夫喔 它在下方跟中間的部分呢 各增加了6公分跟7公分 而在最寬的地方呢 也增加了1公分 這到底有什麼用處呢 如果你有自己到IKEA 買家具的經驗的話 你就會知道 能不能放進去 有的時候就是卡在這一邊啊 下面如果太窄的話 你東西就是進不去 裡面看起來是有空間 但是你就很難進去 或是你進去之後呢 你還要把它往上頂 但是呢 整個新的Fit 它在下方呢 增加了6公分 7公分 最寬的地方也增加了1公分啊 這真的是非常的實用啊 你可以想像到 整個Fit這樣子4米的小車 在後面的空間可以這麼大啊 真的是超讚的 最後呢 我們來看一下它的引擎室吧 第四代Fit它搭載的是 全新開發1.5升的引擎 排氣量呢 比原本第三代要多1cc 但是呢 整體來說是整個重新開發的 我們從進氣這邊就可以看出端倪喔 原本第三代Fit它算是一般 比較一般的側邊進氣 再分到四個進氣氣管 而在這邊呢 我們可以看到 什麼 有五個進氣氣管 難道是五缸嗎 不是 中間這個呢 是直接來自空濾 然後它是進 再由這邊呢 分到四個進氣氣管呢 進入到氣缸 這有什麼好處呢 從中間來做分散 會讓四個氣缸它的進氣呢 更加平均 同時呢 新一代的引擎 它的壓縮比也從10.3升級到10.6 你可以想到 如果說壓縮比提升的話 它的引擎效率通常都是變比較好 可能有一些精打細算的車友們呢 可能就想到 哇壓縮比提升 那我是不是汽油呢 也要加上新碗值比較高的 可能是95甚至98的汽油 其實不用喔 新一代的Fit它在活塞下方呢 有做機油的油道去噴它 來增加它的散熱 所以呢 在抗暴震的能力 是非常好的 所以以目前10.6來說呢 原廠只需要你加925000汽油 哇這對我們現在來說 油價越來越高 真的你如果是跟98來比的話 可能差到兩塊三塊錢都有啊 真的是非常的不錯 此外呢 新一代的引擎也從SOHC單凸輪軸 升級到DOHC雙凸輪軸 同樣有搭載Avitape可變氣門的技術 最後再加上CVT無段變速系統 所以讓整個加速啊減速的過程呢 都非常的緩和平順 相信很多人在Fit剛開始發表的時候 都有注意到哇 價格怎麼這麼變得這麼高啊 超出大家可能對於小車 大概平均應該在60萬左右 這樣的一個想像 但實際接觸到實車呢 我覺得Fit它真的在整個 不管是在技術上 或者說呢在整個內部 質感的提升呢真的是非常的多 我自己呢也非常期待12月看到新的油電板 另外從9月初開始呢 各級銷商應該都有實車喔 所以你可以來接觸一下實車感受一下 看這次是你所需要的 我是貓西戰陽兵 那我們下一次試車再見囉 掰掰 我們下次見